展开翅膀飞向海洋 蓝脸尖鸟在宜兰海岸线成功演放 宜兰海岸线去年突然出现大量的不明油污 一只蓝脸尖鸟亚成鸟在五节乡被发现 全身布满油污飞不动了 被送往动植物防疫所来抢救 因为它虽然看起来呆呆 但它其实个性蛮凶的 所以我们在清洁过程是蛮困难的 因为它没有鼻孔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它的嘴巴可以呼吸 我们大概洗了五六次左右 蓝脸尖鸟只能用嘴巴呼吸 身体不好被控制 动植物防疫所参考夏威夷野生动物 救伤协会经验总算洗去油污 三道洗完之后 然后再把它烘干之后 再测试它的防水性 然后如果没有办法防水的话 就再重复清洗 给它在食指里面游泳 看起来状况都非常不错 而且体重也增加了 已经增加到二点多公斤 所以我们才决定要掩放 蓝脸尖鸟体长大约86公分 属于大型海鸟 全身大部分都是白色 只有翅膀后圆和汇姬带青黑色 长长尖尖的鸟汇则是带黄色 主要分布在基隆北方三岛海域 伊兰苏澳和花莲外海 在增温西口和增丁临近海域 也有零星的中期 这位希克意外借助防疫所 一个多月时间 终于可以回归大自然的家 美式新闻黄富裔一轮报导 这位希克地的关键 这位希克地的关键 会计划 起来 最后我寄过